如果只有我们对上师只有这种世俗的感情 像父母这样子的感情 没有信心的话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心的道路上 就是得不到什么功德 得不到什么功德 第一个上师他本身是必须要有这个具备功德 具备功德也就是要具备这些表要有这些表准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齐勤 然后我们的心也很浅诚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获得这个上师的加持 修大远蛮修密法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我们曾经都讲过成千上万词了 就是要都要考这个新心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去武去争武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新心的话 那是那是没有办法争武的 比如说我们对上师没有新心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像这个人生难得呀 无常啊这类的这些这些很普通的这些修心修法 我们可以停可以学 然后呢学了以后呢 我如果自己比较勇工的话 虽然我不是很虔诚啊 对上师没有太大太大的这个太太强烈的信心 但是这个处理心还是可以修出来的啊 然后菩提心也有可能啊 虽然这个大乘佛教的包括先宗也是啊 大乘佛教的这个佛教里面讲的所有的这个功德 都要靠善知识 我们对善知识的这种心形啊 但是呢这些极处的修法 像处理心菩提心这些呢 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也是可以可以可以修的 但是就是再往上啊 就像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 尤其是像大圆满呢 大手印呢 还有就是像禅宗将的这种民心建心啊 那这类的最高端的这些修法呢 那就是必须啊 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 弥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只有两种条件 一个就是我们对上师的心性啊 这个不是干亲 干亲这个时候是没有用的 我们对上师的心性 第一个啊 第二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啊 根基的成熟啊 所谓的根基成熟 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外加性 内加性的这些翻腐的这个修联啊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根基成熟的差不多啊 然后在这个上面加上我们对上师的信任啊 心性啊 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我们这个姻缘啊 举备的时候 和和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会正午的啊 这个是要正午的 最后因为像大圆满啊 大收音也是啊 也是差不多的啊 那这些最高端的这些经济啊 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 这个时候他又不用啊 这个逻辑啊 逻辑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的啊 然后他又不用这个齐满命点的修法啊 啊 如果修齐满命点 那这个就不叫大圆满的 那是那是那是另外一种 这个生气次低 圆满次低的谜法的普通谜法的修法了 所以他也不用啊 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齐满命点的修法啊 那他既不用这些逻辑 像中观一样的逻辑啊 又不用这个齐满命点的修法 那是靠什么呢 那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修加薪的时候的这些累积的 积累的这种福保啊 这是一个啊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完全是他就是要靠这个这个上市的这个 这个加持啊 这两个自己的心性啊 对法对上市的信任心性 就是依靠这个力量去争武啊 这个力量去争武 这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这两个力量的话 那就是这个很冷争武啊 因为那时候呢 什么逻辑啊 齐满命点呢 还有这些很多很多都是这个语言是没有没有办法表达啊 民心见性啊 民心见性他的本来的面目 我们没有办法啊 用我们的这个语言啊 说得很清楚的 那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靠这个心性 但是我们啊 只有一种啊 只有一种这个世俗的啊 世俗的感情啊 没有真正的这个心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种世俗的感情就当做新星啊 当做新星来看啊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啊 最后就是没有办法争武的 这个我们曾经也说过 我们一直上识啊 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什么 什么目的呢 那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 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啊 然后解脱的道路 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呢 那就是要闻思修啊 闻思修 如果我们抑制了上识十年二十年啊 从来没有啊 从来没有让我们去闻思修 让我们尤其是修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我们对上识的这种世俗的这种感情 再生再怎么样都是没有用的 都是没有 这是一种世俗的因缘而已啊 这个我们对父亲也有啊 对母亲也有啊 对兄弟姐妹也有 但是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的啊 但是我们在这个上识 接触上识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产生啊 这种亲切感啊 但是这个这个可以不排斥的 不排斥 但是呢 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 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啊 需要的就是心形啊 这种世俗的感情呢 啊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 不能把这个当作信心 信心不是这样子 嗯 信心是什么啊 这个世俗的感情是什么 我们把对方啊 当作一个这个对我很亲的人啊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 啊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我们把对方当作当作佛呀 啊 或者是至少当作菩萨呀 至少最低的仙度也就是我们要把它当作这个像仙 迷一里面讲的啊 啊 金刚赏识呀 或者善知识啊 这这才这这就是啊 最低的这个信心啊 如果没有这种信心的话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争吾啊 所以我们啊 第一个啊 学佛的人必须要抑制上识啊 没有上识的话是没有办法学 就像我们学校里面啊 没有老师啊 能学吗 没有老师是没有办法学的啊 佛也是一样的 没有上识就是没有办法学 但是呢啊 抑制上识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闻思朽啊 啊 目的就是为了闻思朽 而不是为了其他的这些实俗的事情 所以啊 这个抑制上识的目的是为了闻思朽啊 然后最后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的这个是这个对上识的信心啊 这个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特别的强调 但是这个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啊 这个所有的佛教 显宗啊 除了密法以外 显宗的大乘佛教的显宗 经常也提到 这个这个啊 而博日失踪啊 等等啊 这些佛亲口说的这些大乘佛教里面 经常也提到对上识的信任是 是是是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 我们把这个实俗的感情和这个信心啊 这两个要分开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抑制上识的啊 是抑制上识的这个目标是为了为了寻找解脱的道路啊 为了寻找解脱的道路啊 我们抑制了上识以后就是不文思修行啊 不去求解脱道那不去求解脱道啊 经常就是啊就接近上识啊 给上识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啊 然后就是啊就是就唱歌呀跳舞呀等等什么所谓的灰宫啊 啊这样子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啊 这样子的这个抑制上识的方法啊 是错误的啊 是错误的 这是不对的啊 不能这样子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信心啊 把这个信心和这个要要分开 这很重要的啊 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啊 但是我们很多这个很多人啊 把世俗的感情啊 就当做信心来看啊 最后啊就是这个世俗的感情 它是不会有啊 不会让我们走向解脱道路的啊 这世俗的感情我们对父母从无始以来到现在都有过 但是它从来没有让我们走向解脱道路呀 啊没它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啊 它没有这种功能 嗯所以这两个要分开 这个很重要的啊 我们很多的时候啊 啊信心啊 很多人啊 啊就是对他们的伤势啊 啊有意中啊有意中感情 但是很多人也就分不清 这到底是信心还是一个普通的感情 很多人分不清楚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线啊一定要划清楚啊 这个就是怎么样化呢 刚才时候的 刚才我们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 喜欢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所以这样子啊啊啊叫做叫做什么这叫做实俗的感情啊 啊对上是有这种感情的话那也是这叫做不叫行性了啊 行性啊就是有三种行性 这个我们之前前几天也讲过了 其中最重要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啊上识啊有办法让我们走向这个解脱的道路啊 这个心人啊这是最重要的了啊这两个一定要分开 否则的话啊一开始我们意志上识的时候就只有这种实俗的啊 实俗的这种情感啊 然后没有信心的话 那这个情感最后让我们啊让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 而且这个道路就是不是解脱道啊 这很重要的这个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重要 这很重要的这个